冲哥听说那个粤菜有传统就无声中 那个金沙豆腐你会不会做啊 别玩我啦 十几年前啊我做那个宴会啊 一天炸它几百个一排啊 十十岁啦 你没吃过吗 没有啊 没有吃过你去买盒豆腐我来教你 好我们炸这个豆腐之前啊 先把这个金沙粉拆出来 等一下这个配方我会放到最后面啊 先给这个低筋面粉 生粉啊 浩打粉 味粉 鸡粉 椒盐 鸡胃盐 盐 把它全部搞均匀啊 把它搅拌均匀 被用啊 这个豆腐粉呢 开好之后我们先买一盒这个内肚豆腐 把它切成自己想要的这个大小 然后再油温我们先烧到它三成一种啊 大概只上温啊 把这个豆腐呢 丁丁的放下去 注意这个手势啊 要不要 一次炸几百多什么的啊 让它浸在一分钟 让它吸过粉 吸过粉 还有一个星沙出来的啊 三成肉的话 把它轻轻的放下去啊 下去先别动啊 进行 用锅铲被 一炉火 慢慢温稳 把这个豆腐泡透它 下到二十秒 差不多了 慢慢升温不用点火 要不然这个豆腐就含油了 啊 照到这个样子呢 然后炒起来 我们把油温升到它六成 把多余的油温逼出来 好 我 好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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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了呢 要炸东西要炸它够箱头的吧 好 好 那你ok了 好 这个豆腐呢 放它力游拿个手套来啊 把这个金沙脆皮豆腐呢 就OK了啦 我们就摆盘 这个是不是你说的金沙脆皮豆腐啊 是啊 嗯 这个味道 有传统又无证宗 是吧 三块钱的豆腐 我做出来 你想卖多少 你自己决定 又便宜又好吃 下酒啊都一流的 学会了吧 学会了 学会的话 看什么时候给我做到几百做出来 好